京人 费师兄和风飘飘 风飘飘竟然会太急 你说 你打气的高手 不会是风飘飘了 干嘛啊 哲学 冷静点 我冷静点 你看这笑话嘛 费师兄被他骗 你要是不管 那我去管 等等 说实话 我觉得风飘飘不像这样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这样做和他爷爷当年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问一下魏楚 看看他知不知道风飘飘的身份 可能他有自己的相关 这还有什么可问的 风病行当年的旧账都没有算 现在风飘飘又出付同样的问题 我们还是回去找掌备说一下吧 叔叔们 宁雪 你在电话里说有重要的事 有什么事说吧 叔叔 我们发现有人偷是我们太极 这个人就是风病行的孙女风飘飘 什么 风病行的孙女 对 风飘飘是CMF上香学院书画系的 他一直在欺骗魏师兄 叫魏师兄教他太极 这是我和陈平谦所见的 别说了 这个风病行 他当年就是以欺骗的形式 来学习太极的 他把整个宗派都骗得团团转 这对于我们正宗的太极来说 那是齐齿大辱最不可赦 难道他这个孙女 也要顾忌重施吗 风家真是无中无人 我现在就去召集人马 找风家算账 薪酬 就账 一起算 我们一起找风病行 让他把当年偷师之事 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不好意思各位 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还没有查清楚 等我们查清楚了 再回来告诉二位啊 怎么没有很清楚啊 先消消消气 大家先消消气 还有车证 你怎么在这儿 刚好在这儿看书 我还以为中午这种时间 只有我会来这儿呢 你吃东西了吗 没有 这附近好像也没有什么吃的 我知道一家 特别好吃的面包店 我去给你买 等我啊 谢谢 小雪 你刚才一直在担心什么呀 我觉得我们这样做 真的不太好吧 这么做怎么不好了 你想 魏楚和风飘飘关系这么好 咱们这样做 只能让魏楚进退两难 你不觉得飘飘一直在骗她吗 我们只有这样做了 她才能看清楚的呀 小雪 行 得给海洋打个电话 好 来 趁热吃 谢谢 手筋啊 晓晓 喂 你有看到我手筋吗 没有啊 你没有随身带吗 怎么突然不见了 我帮你找找 刚刚明明就在这儿来着 会不会落面包店里了 给我去一趟 小雪 小雪 我已经把风飘飘家的地址 发给长辈们了 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我们先去盯着吧 小雪 小雪 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劝吗 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下海洋的意见 你怎么直接就把前辈们叫过来了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吗 小雪 你冷静一点 当年魏楚可是有恩于我们的 我当然没有忘 所以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 我不希望魏师兄受伤 更不希望他重蹈魏奶奶的覆辙 如果他今天是当局折迷 那就我来做这个恶人 小雪 你就不能跟我再商量一下吗 你要是怕 那这件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小雪 喝点水吧 慢点喝 喝太快对身体不好 喝点水还这么长流 休息一下吧 嗯 你 魏楚 大事不好了 飘飘的爷爷出事了 怕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 你爷爷出事了 管 floats 你 你 看他们 极钱 ningar 滴 快你 魏Jeff 你 该来的都来了 杨师伯 你跟这种偷师的小儿 你说这么多干吗呀 当年我偷学 各大太极门派的事 是我不对 但我已经隐居江湖那么多年 也从来没有 泄露任何一派的功夫 你们还想我怎么样 我们才不信呢 你干吗 真的要如此相逼吗 难道真的要我今天 引颈受禄于此吗 哥 大家冷静一下 冷静 冷静 各位前辈 听我说一句吧 就算要兴师问罪 也要交点道理是不是 封前辈 确实偷学了我们 太极系的各大武术 但是 偷师之名 也罪不至死啊 再说现在是什么社会 现在是法治社会啊 那这 是不是要讲点法律啊 你说得的确不错 我们确实 不想要封病行的性命 但是 我们各大门派 是遵守太极规矩的 传内不传外 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所以 请你封病行 今天自行了断 废去武功 这样 才能保证我各大门派 太极精髓 不被泄露 师傅 能不能再快点了 小姐姐交通安全人人有责 我尽快好吧 可是 大飘 别跟他师傅了 其实 你爷爷不让你在外人面前 斩了武功 是因为他当年 偷学了各大门派 这其中 也包括太极各派 震怒了大家 现在 太极派已经发现了他的身份 我有点害怕 我怕爷爷那边出问题 我都帮不上忙 相信我 我一定会护你们周全 师傅 走走跟他到会更快一些 好 谢谢 魏楚 你现在不方便出面 我自己来处理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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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们一个个称自己是 武林正派 营门高人 却联合起来欺负一个 满头白发 年事已高的老人 小妹妹 你不知情就不要乱说 我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不就是因为我爷爷当年 偷学了你们门派的武功吗 可这么多年下来 我爷爷一直告诉我 学习武功是为了帮助弱小 行侠仗义 不是用它来欺负别人的 我爷爷经常说 武学之用 不应当拘泥于门派之剑 看天下之势 捍卫正义 你也许说得对 但是 它不应该破坏规矩 破坏规矩 就应该受到惩罚 废去武功 爷爷 你们实在太过分了 我看 你们今天谁敢动它 我看 你俩 义多其少 势强凌弱 没想到太极民门 已经沦落至此 你怎么在这儿 魏楚 风飘飘是我的未婚妻 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 如果诸位还要继续 那就是想与我魏楚为敌 当然 也是与魏氏一门为敌 今天的恩怨已经了结 看来我们还是先走吧 也罢 就到此为止吧 走 走了 为什么 走 我 爷爷 小彪 你去烧些热水 好 封爷爷 您这又是何苦呢 何必自费武功 今天 如果我不为投尸学艺那个事 付出代价 我怕会连累了飘飘 我怕会连累了飘飘 现在都好了 勇绝后患 痛快 封爷爷如此抉择 为楚佩服 您放心 我会好好地教导飘飘 也保护好她 不辜负您的一番苦心 还有 你刚才说 未婚妻的事 是 是真的 虽是解围之计 但我保证自己是认真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那 我把飘飘托付给你了 是 爷爷 没事吧 傻孩子 我没事 我哪会有事呢 原因 好孩子 我 我 我的 我 我 你 我 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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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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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爷爷 你真的没事吗 我爷爷身体硬老 这一次 但是没有伤及延期 天安一段时间 就会好起来 你说 这件事 会不会跟魏奶奶有关系啊 不会的 我知道她在为人 她不会做出这种事 对不起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这件事有点蹊跷 这件事我会调查的 嫁给我吧 对了 我 说你是我的未婚妻 这是权宜之计 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你跟你爷爷 是这样 那 你为什么想保护我 你是我的徒弟 我当然要保护好你 而且 我收你为徒 还有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你进入全国舞蹈大会 取得冠军 只有这样 才能打破太极各派数百年来 所谓的门第之间 才能将太极国术 发扬光大 那我懂了 你是想让我变得强大 然后发扬太极 可是 可是什么 婚姻也是大事 不能因为 不能因为想完太极就 你如果介意的话 等太极的事结束了 去跟大家解释清楚 好吧 那 就等全国舞蹈大会结束之后 跟大家成亲 再说吧 今天发生的太多事 大家都累了 你快回去休息吧 你的伤怎么样 我没事 奶奶 此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魏楚 你不用跟我整天 哪怕你觉得我封建也好 但任何一个人的婚姻 从来都是事关两个家庭的 更何况 我们魏氏不是小门小屋 风飘飘是个好女孩 在武学上也有相当的天赋 即使我和风柄星的事情 已经过去很久 但当年风柄星偷视各家的影响 还没有散 风飘飘作为风柄星的孙女 难免为人所及 魏楚明白 人言可畏 但今日 风爷爷已经自费无功 身受重伤 险些丧了性命 这样的牺牲 已经可以给当年的事情 做出交代 我觉得奶奶 不应该再对 飘飘抱有偏见 风柄星她是咎由自取 但你是卫氏正门 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卫氏的颜面 你当着各家门人的面 说风飘飘是你的未婚妻 这让卫氏作为太极隐门之首 今后实在羞于面对其他各家掌门 更别说领导他们了 卫楚啊 你还要考虑周全 好 我明白了 你明白就好 家族里已经决定了 召开大会 言请各家门主参会 化解此事影响 你必须对众人有所交代 好 我会准时到场 给家族一个交代 那就好 只要你到时候向大家解释清楚 你的掌门之位 没有人敢非议 嗯 那么就先这样吧 怎么样 是为奶奶吗 是因为之前的事吗 没有 没有 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 我知道了 等大会结束后 我一定会向大家澄清我们的关系 其实 澄不澄清都无所谓 我说出去的话 从来都没有说回去的习惯 回去休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没有练密集 还在研究 不用你操心 我也不想操心 办砸了后果是什么 你比我清楚 那你找我来干什么 当年偷使太极革盟派的贼人出现了 封闭型 还有一个孙女在CMSU上学 你猜是谁 风飘飘 今天太极革盟的人已经去他家闹过来了 可惜被魏楚出面阻止 我要你带人到太极系去闹事 将封飘飘是封闭型孙女的事情泄露出去 那魏楚一定会出面保护封飘飘 那样的话 魏楚跟封飘飘 就会跟太极系众人产生隔阂 进一步打击太极这些事情 好点的 好 我明白了 飘飘 进来 放心吧 放心吧 好 好 爷爷 我不想寻我了 我们都不要寻了 别 别 从小 你爸妈为了工作 常年在国外 就留下你 陪在爷爷身边 嗯 这么多年来 爷爷所做的 所想的 都是为了你好 爷爷知道 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孙女 爷爷也知道 你有很高的练武天赋 所以爷爷才教你武功的 爷爷希望在有生之年 能看到你有个好的归宿 并且找到你自己喜爱的事 你一定要坚持下来 不要这么轻易放弃 不要这么轻易放弃 但如果你觉得有些事 你再去不喜欢 不想做的 爷爷不会勉强你 我会支持你的 我救你 我救你这么一个宝贝孙女 爷爷永远都是爱你的 是 小雪 道歉吧 这件事情闹了这么大 我们都很担心你 还有飘飘的爷爷 还有飘飘的爷爷 对于今天的事情 我道歉 我愿都不会责怪魏师兄 可是你跟飘飘定亲的事情 你也应该跟我们说吧 我知道 你们这是出于 对家族的责任心 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隐藏武功 偷师学艺 按照旧时代的规矩 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现在 封爷爷已经因此 而付出了代价 你们还想做什么 杀了他 还是 行使各家的家法 伤害罪 现在是要判刑的 算了 过了今天 这个事就算完了 如果各家各派 有什么要责怪的 这都怪在我身上吧 可是 魏师兄 这件事情你怎么承担呀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扛得住 回去吧 魏厨 魏厨 你没忘了今天要参加家族大会 当众澄清你和风飘飘的关系吧 奶奶 我当然记得 那就好 家族大会在上午十一点召开 记得准时出席哦 对了 奶奶 我会带着风飘飘一起 你不要节外生枝 魏门上下原本就对你当众 宣布风飘飘是未婚妻之事 颇有微词 你还带着她出席 只会招致更大的非议 到时候恐怕我也难以说服众人 保住你的掌门之位 奶奶放心 这一次 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那好吧